人窮小说三句话 目前小管三件事 成功自然离你越来越近 在清末历史上 曾国藩是最出名的大人物之一 当时有一句话 曾国藩会识人 左中堂会打仗 可见曾国藩在做人方面很有一套 虽然他拼尽全力想要挽救已经没落的清政府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 落后的清朝终究会被淘汰 从曾国藩流及后世的著作女 很容易就会看得他在为人处世中的成就 而在曾国藩的兵监 中讲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其中就有这一点 人窮小说三句话 目前小管三件事 如果你现在贫穷 那么就有三句话不能说 如果你现在处于逆境 有三件事绝对不能做 能够达到以上的要求 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来成功越来越近 小说的三句话中 第一句就是不要说出超过自己水平的话 也就是大话 有一些人很喜欢通过虚扣的话语 来过度的夸大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话语很容易就会败坏自己的明星 而且在周围同事的眼中 你的形象会大打折扣 第二句话就是小说不自信的话 即使你是一个自卑内向的人 也要在社交方面尽可能的自信一声 毕竟在现代社会 口脸皮是成功的一个必备因素 虽然很多人可能因为家庭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原因 而变得不够自信 但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 一定要吸自己在内心不断的鼓起 表现出足够自信的那一面 而现在非常成功的人物都是非常自信 就像马云一样 第三句话就是喪气话 偶尔向同事抱怨自己的坏心情 还可以理解 但是经常这样做 就会在同事眼中形成一个固定的形象 别人都会选择渐渐远离你这个怨斧 三件事情中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 绝对不要代替别人做出选择 因为你并没有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去帮助别人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一旦你提出来的意见导致了不好的后果 也没有办法去担负负责 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尽量少去参和 因为在高速发展的社会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财产 没有必要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去浪费时间 如果周边发生了热闹的事情 但是和你本职工作并没有关系 绝对不要特意去参与这件事 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插手别人感情的事情 有很多情侣在产生矛盾之后 往往会会向身边的人发泄对对方的不满 如果这时候你当真了 很有可能最后你会成为情侣发泄愤怒的对象 所以尽量不要去管别人的感情问题 如果你想获得想象中的成功 那么这三句话和这三件事就不要再涉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